第28 过无不善 极乐过种 尚无不善之名 猴宽有不善之时也 这也就是总说 在极乐世界 听不到不善的名字 我们这个世间书 不忠不孝 不忍不义 这都是不善名 贪婪 嫉妒 怨恨 这也是不善的名字 极乐世界 连这些名言都听不到 当然 更没有不善的事情 发生 而且它能够维持到实际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实际 后面会不会变质呢 会不会像我们这个世界 比如中国 历史上所讲的三代 夏商周 开过的这些地方 开过的这些地方多好啊 人民生活也非常好啊 社会安定 到了末代 末期之后啊 末期之后啊 不享受了 不享受了 逐渐风气就变坏了 最后到网绘 上趟 六百多年 网绘 周朝 八百多年 也忘过了 极乐世界 会不会有这一天 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永远没有衰退的这一天 什么原因 我们想一想 应该能够理解 应该能够接受 那个地方是祝福如来 教学的场所 教学没有一天中断了 那个地方称之为基罗 落在哪里啊 落的是什么活 我们这个世界所落的是 五欲六成的享受 恰好 那个世界 五欲六成完全没有 不但没有这个事情 五欲六成的名称也没有 名字都没有 那就不善名啊 从这个地方我们体会到 那个地方的路 就像孔夫子在论语里面所说的 学而实习之之不宜乐乎 他这个乐是学而实习啊 大臣经里面所说的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他说 没有 虚与之间 离开法 这是佛法了 没有虚与离开道 我们这个世间 虽然有法 有道 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 他不能够相续不断 又何况 发信徒里面的众生 发信徒是时报庄严图 故故都识 大彻大悟 明信见信之人 在我们这个世界下 都成佛了 哪里会有故事 四圣法界里面 已经没有污蔑 猴宽 是宝徒 又猴宽 极乐世界的 同居方便土 得弥陀四十八愿 威生加持 各个都是阿维悦之菩萨 虽然自己没有正德 但是佛力加持 阿维悦之菩萨的智慧 神通道立 往生的人 孤孤 居足 哇 你这个凡圣同居图 下下平往生的 也不例外 我们明白了 我们体会到了 这是 明复其始 真正叫极乐世界 这个极乐是发息充满的 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 那是 我们的写生 我们的写生